69. 東方日報 預製組件難拆散檢則 2015年7月13日 港文A02本報信 預製組件內的喉管被指有機會是啟程 食水含源的來源之一,令人關注預製組件的檢驗及質量問題 有工程界專家指,內地預製組件快、靚、靜 故近年在建築界相當普及 它承認預製組件運到工地後,難以一一拆開檢驗內部各配件是否合格 但只預製組件供應商需要提高組件的來源及合格證明 以保障質量,省時限人手工成本根據房委會資料顯示 當局近年在興建公屋時使用各式預製組件 包括半預製樓板、預製樓梯和浴室組件等 房屋委員會核下建築小組委員會委員兼立法會工程界議員 盧偉國指 近年建造業人手緊張,故不少成建商傾向採用預製組件 可大大節省建築時間、人手及成本 無論公屋、涉樓工程預製組件也相當普遍 鋼筋、石屎結構可以用預製組件 廚房、廁所、窗台用預製組件也很常見 例如廚房預製組件會包括埋伸盤、後管等基本設備 它指各預製組件由製作地運到本港工地後 一般不會樣樣拆開鹽,但供應商需提供來源地及組件合格證書 無論現場裝定預製、物料規格都是一樣 不應該有分別 它有強調房屋處形調查體程 H.食水中原的來源 現階段未能肯定是否預製組件出問題 H.食水中原